看看我身边这位不幸遭遇的姑娘 如果她们是我们的家人呢 如果她是你的家人呢 难道我们不会心痛吗 对于各种原因 我不能挨个找到各位 去说明网约车停运的必要性 所以今天 把大家请到这里来 说说这件事情 你们肯定要问我 为什么要停运 为什么帮你们赚钱 为什么不让你们养活自己的小家 在我回答你们之前 你们先听一下 我身边这位开网约车的司机 听听她的疾苦 前段时间就是她 因为网约车的纠纷 刚刚赔了三万块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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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时车上能有录音 能有证据证明 我是被迫逆行的 我是不是可以找回一些损失 当下录音好多事情 对啊 现在没有 最后 还是宗志忠心帮了我 在他们的调解下 我的赔偿款 终于降到了三万 再加上事故赔偿 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期许 我一个女人 带着孩子跑网约车 省事捡用攒的这三万多块钱 我多希望这位乘客 能帮我分担一点责任 可是就是因为没有证据 所有的责任 就都压在了我身上 现在平台停运了 我没有收入 没有继续 日子过得特别艰难 但即使这样 我也愿意到 等平台整改完善 等保护我们司机权益的措施健全 等网约车能重新平安上路的那一天 李梅经理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看到再重新上演吧 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们自己的网约车上 装上录音 录像 甚至是定位跟踪的系统 我们双向的保护 不好吗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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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好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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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把人带来了 来 来 姑娘 谢谢你能来 墨镜你就戴着吧 你们见过吗 你们不用猜他是谁 我现在让他自己 给你们讲了一些好的事情 谢谢你啊 我知道 你们不认识我 但是你们一定知道 前不久发生的王月车违宪案 还要让他再经历一次痛苦吗 麻烦你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是后来发生的那几车祸 整个女孩子还很年轻 但是回笼了 他以后的生活就 如果王月车这个事情不解决 只是躲避 忍让 姜姆地以后 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小孩子 会遭到不测 那你就想 让他一直在你的保护底下 战战兢兢地生活下去吗 我能理解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抚平伤痛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把事情讲出来 也许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 你会找到 抬起头来生活下去的勇气 因为这个诉说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次自我疗愈的过程 对 我就是那个遭到猥亵的人 但是我不丢人 我也是王月车的受害者 我的人生被改变了 如果 如果当时能有一些安全措施 如果当时能够有人能够尽早发现 我是不是就不会遭受一些不幸 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会被改变 姑娘 你就是你 能够改变人生的 只有我们自己 小主任 你说得对 因为我也是遭受了不幸的人 所以我想站出来 我也必须站出来 你们也都有家人 你们是王月车司机 你们的家人也会是王月车的乘客 我希望 我们能够保护 我们都是好公民 不会这么做的 放心吧 是吧 是吧 我相信 现在到场的各位 可能都是家里的主心国 你们的诉求我非常地清楚 大家想开车 挣钱 谋一份差事 养活我们的小家 现在车子嘛 停运了 你们心里着急 我也是知道的 可是有什么 比平安更重要的事情吗 你们有多少人 辛辛苦苦地开了一天的车子 最后只挣到了半天的钱 平台的恶意竞争呀 为什么让我们越挣越少呢 有多少人 是因为乘客投诉 平台警告给你们扣钱了 只能在心里自己受委屈 那么是不是还有 你坐了网约车 司机故意给你绕路了 你投诉无门 只能 哑巴吃黄脸 他们为什么要绕路呢 不就是想去多挣那一点点的钱吗 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啊 也只是网约车出现问题的一小部分 如果不解决 问题只会越积越多 我们今天在这里帮大阳解决的 就是想保护你们的利益 保护一份大阳的平安呀 让每一个出车的司机 让每一个坐车的乘客 都能够感觉到 心里的踏实和安全 看看李梅 看看我身边这位 不幸遭遇的姑娘 如果她们是我们的家人呢 如果她是你的家人呢 难道我们不会心痛吗 前几天我去医院 探访了那位 因为害怕选择跳车的女孩 脸上的那道疤痕 从眼睛一直 那道疤痕刻在了她的心里呀 她会带着这道疤痕 一生的痕 网约哲平台的整顿 势在必行 萧主任是吧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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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给我们十五天的时间 让我们有个机会 可以把平安带给你们 如果我们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 我萧李明就辞职 离开这个岗位 这么严重 这我们再相信她一次 再相信 再相信 先相信一下 先相信 先算了吧 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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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二伯 算了吧 谢谢你们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好嘞 谢谢你们信任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啊 谢谢啊 好嘞 谢谢啊 好嘞 你 你杀了吗 网约哲世界 由于我个人的失误 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作为主要负责人 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网约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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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处理 全部是我个人的行为 我也没有跟上级汇报 也没有跟罗书记商量 如果此次需要问责的话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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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解决问题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 有怎么样的打算 小李明 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 后续我是这样安排的 劝阻那些 尚未入住本市的网约车平台 用最大的诚意 告诫他们暂缓入住 对那些已经入住的平台 尤其是那些已经发生过 重大安全事故的 坚决地进行停业整改 我们也会联合各个单位 各个相关部门进行帮扶 争取把停业的时间 压缩到最短 在座的各位还有什么 想说的吗 好 这不得有什么 我觉得小庄说得非常好 网约车是一个服务行业 直接关系到老百姓 生活的品质 也关系到老百姓 生活的品质 也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所以呢 不是小事 是大事 既然是大事 就得大办 喂 您好 好 我马上汇报 同时 我们也要向兄弟弟事的 党委 政法委平安办 发出倡议 大家步调一致 共同行动 彻底铲除 困扰行业发展的完极 让网约车这个新兴行业 能够健康地发展 平安建设不是一阵子 更不是花架子 我们只有切实地 为老百姓解决困难 承担责任 我们的百姓 才能够安居乐业 海江 宋主任 网约车的事情 闹得动静很大呀 多亏你的支持 我能不支持你吗 你把整个省的政法委 都动员了 我要再不支持你 你是不是要把全国的政法委 也动员一下 行啊 以后有需要的话 我会继续找你帮忙 老朋友 不客气 其实能解决群众的问题 全国的政法委 都应该团结一心的 是啊 一个新兴的行业 从旭日东升到爱红遍野 我们见得多了 他们能不能发展 不仅仅取决于自身 也取决于一个大环境 你不是经常说 事情先是对 然后才是好吗 是这样 打到一个行业 小到一个企业 我们要允许他们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试错 我们要引导 也要鼓励 其实这是考验着 决策者的胸怀 智慧 还有格局 对吧 对 行 我混到红水去了 好 你去忙 陈书记 各位领导 这次我们傅春新区 没有把平安建设 就想工作做好 拖了大家的后腿 我作为傅春新区 区委政法委书记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 罗书记 我 上个月的时候 你就保证过 要摘掉倒数第一的帽子 海江书记 是 作为傅春新区平安办的副主任 此次平安报表的成绩 所以我负有主要的责任 总 artists round有ora 是谷歌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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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谢谢 对 我 傻了吧 这个是大家高兴 你带领我们打了一个漂亮仗 那是 你也不看他同学是谁 真是奇怪 都是同学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你什么意思 果然的意思是 咱们宗志中心的人 都优秀 对不对 也包括我 给你们建议人提个醒 不能有点成绩去沾沾自喜 不可取的 你这种是典型的习惯性 否丢心理 是病 要知道 你会来找找我的 对 其实人家老陈的意思是说 凡事都要有个 一 二 三 好了 先都不要闹了听我讲 现在都回去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 我刚刚接到上级的通知 我们马上就要搬到傅春心去 新的宗志中心去了 搬新家了 对的 搬新家了 要搬新家了 搬新家了 有那种房间吗 有的 好大一间的 好